但我们还是要来关注到的是2024的总统大选 因为现在蓝白河的议题还是一个焦点 到底有没有可能河呢 之前一直被认为是蓝白河的一个非常大的阻挠 就是侯友宜的晋办的金小刀 就是晋办的执行长金普聪 说他是最大的绊脚石 但是金普聪今天上了专访 他说他没有这样坚持啦 他只是当时因为大家要换猴换猴 所以他一定要稳住猴的气势 才说这个一定要坚守自己 这个是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 但他现在说了一句话蛮有玄位的 他说没坚持猴要当正的还是负的 那这话是不是有意思是说 没关系我们就是可以来跟别的党合作呢 最坏打算就是我挺着胸膛倒下去 曾公开的讲宁愿挺着胸膛倒下 也不愿磕上猴下 这番话被来因不具名人士放话 是整合路上最大阻碍 这口气金普聪吞不下 说法是扭曲了我的这个想法了 现在把它扭曲成说 我好像是坚持一定要这个猴当正或负 选举是随时在变化的 不同的情境的时候 你有不同的这个因应的这个方式嘛 政治本来就不是那么死板板的 是要有弹性的嘛 被制整合半角时 金普聪吞强调 对谁正谁负 绝对坚持跟党中央步伐一致 这个东西我讲过 现在是朱主席在谈嘛 对不对 我们都没有声音的没有讲 我只是在顺着朱主席 跟就是侯伴跟党中央 现在是步伐一致立场一致 政治的东西都是人嘛 有人就有是非了 和的可能性很多 不是只居你正负 我觉得现在没有办法去直接讲说 谁正谁负 或是说什么时间点 我们现在就是不断的堆叠善意 向柯阵营持续堆叠善意 对郭泰民编语策略 则似乎逐渐清晰 但要怎么整病 先前柯文哲呼吁 就看民调谁赢 如今最新统计 超过四成四的民众 都支持用民调决定 其中在柯粉当中 有六成五支持 输得退选 同样这么想的侯友宜支持者 也高达六成 以民调输得退选 那有超过四成的民众 是表达支持 所以我们认为 最后还是以民意为基础 来做出一个决定 正当难以还在近后出手时机 民调对自己有利 那就主张民调决定 生怕越等越不立即 好确实政治现在也非常烧 因为马上就要2024了 其实短短不到100天左右的时间 好明年1月份就要选举了 所以现在话题正热 但是蓝白和的议题 因为还没有一个结果 所以持续在讨论当中 好这个中秋廉价我就看到说 这个柯文哲又抛出说 就民众党这边抛出说 好啊可以蓝白合作啊 但是要比民调 如果民调输的就退选 哇这真的玩蛮大的 好我们要持续带给大家深入的分析 我们今天问到的是政治组的文字记者 叶峰伟 峰伟你好 柯文哲你好 叶恩好 好峰伟今天要带我们还深入的剖析 这个政治的话题 好刚刚我说到柯文哲 我觉得这个民众党现在算完蛮大的 只要一笔 笔输我就退 那这对柯文哲也会有一些杀伤力嘛 也算是一种赌注 因为毕竟国民党的组织还是蛮厉害的 百年大党还是有他厉害的地方 好那这是不是也代表说 这个柯文哲这边其实已经有一些盘算了 但也有人说 其实柯振颖之前在讲蓝白合的时序啊 或者是一些做法的时候 一变再变 还有好几种的说法 最新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说 比民调那输的就全退 民调输的退这已经是 大家在讲说是不是杀手剑了 那接下来可以持续来观望了 但是其实在蓝营这边很一头雾水的是说 这个柯文哲其实在不久之前啊 他有释放出一个消息 说他们在内部会议的时候 谈到蓝白的整合的时候 他有说到像我们手板这里写的 他说去插吧 那这个插可能不是那么的好听 好听 对但是很直接的就是讲说 他对蓝白合的态度其实并不是太乐观 而且他没有太多的善意 但是其实不到几天两天的时间 他出席这个深蓝的一些军系的活动 在中华战略的协会的时候 他说蓝白一定会合 但怎么合现在还不知道 他又要骂人家又说一定会合 这样骂一下 我一下出去我又进来啊 这样大家就觉得说 你到底想要怎样 说方唐靖吗 其实是两天的时间 但是现在又到美国去嘛 他说其实可以给我两星期的时间 让我清静一下 但是要怎么清静 因为蓝白现在很快的 就要进入合作的深水区 现在可以看到蓝赢其实是比柯文哲还更急的 原本是柯文哲比较急 他说他比明天 但是现在看起来蓝赢也很急 希望可以赶快推他来上谈判桌 其实也是因为可以看得出来 近期在国民党这里 他们的一言一行 其实都是在处柯文哲来上谈判桌 包括有人开出的这个条件 那也有这个蓝伟觉得说 其实你柯文哲这样子 到底是不是在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你的说辞反复 那党中央怎么做 其实目前看到的状况在党中央这里 朱立伦的态度都是很坚定的 他从一个多月前 他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四出三一 我们就不要攻击嘛 那包括今天刚才一伦也有讲到说 在金浦冲这里 今天还被党内人士不具名党内人士 放话来说是这个整合路上的绊脚石 但是后来他是 赶快出面澄清 对就赶快一早就电话用广播的上来 跟大家澄清说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坚持 而且蓝白河不是我在谈的 所以也是马上的把这个拉回来 但其实为什么这么做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必须要 在国民党的方面 他希望说可以跟柯文哲先拉近距离 甚至把他们谈好了之后 边缘郭台铭的这个战略是很明显的 对但是问题是会不会又沦为说 这个被讲说是政治分赃 因为毕竟如果要两党合作的话 总是要安排好彼此的职位 好上一次国亲合作是在2004年的时候 这个政的是有国民党的连战 那副手是由清明党的宋楚瑜 所以这样的局面会不会再次的上演 也是外界很好奇的 那刚刚Bob Chen在留言区说 为什么一定要合 好为什么一定要合呢 凤卫 为什么一定要合 从民调数字其实就相当的明显了 明显 对为什么一定要合 一定不会赢的嘛 那对蓝的来说 其实他现在有作有的是他 17县市的县市首长嘛 包括还有一些大概三分之一的立委席次 但是对于民众党来说 他柯文哲先前有说过 我知道拿8席我就算赢 但是8席其实你在这个部分区 或是区域立委加起来8席就算你到10席好了 在国会里面还是占不到十分之一的席次 那所以你要拥有行政权要怎么样 其实赢是最重要的 对你看说这些领域都是空的 民调上面嘛 你看绿赢的是34%嘛 赖清德 结果你看民众党科文哲22% 那侯友宜21% 那如果蓝白合的话 就会变成43% 就会超越赖清德 所以这才是一直要谈合作嘛 如果没有会赢赖清德的程度上干嘛要合 对不对 我就自己做大就好 但问题现在蓝白都没有这样子本钱 来比拼赖清德 所以大家才会成为蓝白合的一个话题 当时2004年国清合也是类似的状况 所以历史不断的重演 也要看看这一次到底会怎么做 好但是国民党有一号人物 也被认为是杀手剑 每一次选举都要他出来 看一看他到底支持谁 他的风向他的力度都会是一个关键 就是韩国瑜 好韩国瑜确实在这个国民党内 还是有一定的势力 很多人还是很喜欢他 但是韩国瑜现在慢慢的都没有什么声音 在这一次感觉也很平顺 好之前赵绍康有说嘛 这个不分区立委建议他是第一名 好第一名的概念就是说 有可能可以当立院龙头啦 就如果到时候这个蓝白和 可能息次比较多的话就推举他当 这个立院龙头就立法院长 好但是韩国瑜到底想不想出来帮忙 他现在的策略是什么 目前像是今天晚上在进行是亚运杭州 杭州亚运的棒球项目嘛 是 韩国队中华队大家都希望韩国输 那但是这个在国民党内大家都希望是韩国瑜 大家都在等他嘛 对那就是因为他就是其实 像英文刚刚讲到在深蓝 这个部分要怎么去巩固 韩国瑜角色是非常的关键 而且重要的 但是韩国瑜偏偏跟侯友宜在上次 2018年的这个大选的时候 其实有些关系是比较微妙的 这些大家网友们应该也都心知肚明 那但是其实这一次他会不会出来 包括他先前跟军系的活动上面 还有在全代会的互动上面 韩开始是释出了他的善意 也就是愿意跟侯友宜来合体 而且还跟他拥抱说 我们都一定是支持国民党所提名的候选人嘛 但是不过这次大家不断的在点名说 你是不是要回来当蓝营的统窟 甚至跟白这边有对话的管道呢 包括跟他很亲近的立委孙大千 其实就说他对韩国瑜的了解 其实韩国瑜这个人是很愿意帮助国民党的 可是他绝对不会毛遂自荐 就主动的来扮演这个统窟的角色 毕竟他现在不是党职 他只是一个中央委员具有党代表身份 其实全台都有很多 所以他并不是什么代表性 所以你要授权给我 你必须要有一个民政言顺嘛 那你要给我权利百分之百的授权 不然这样子做很像 韩国瑜好像他有什么目的要图一样 所以对韩来说他现在当然不会做什么举动 那当然据我们的了解 有内幕了 也没有内幕啦 其实就是大家都会放暑假放寒假嘛 但是现在就是10月 距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 那韩市长他自己作为一个 现在是无事欲生轻 他还在放暑假 他还在延长暑假 对他现在还人在欧洲 目前还在旅游当中啦 所以预计大概在国庆之前 就会回到台湾 是 所以国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动作 国庆之后也就是刚才所说的 大家希望说他跟这个白的阵营 还有包括过去他有跟郭台铭来见面嘛 所以当然希望说不是扮演统窟 而是扮演一个说客的角色 那来帮国民党跟他们一起来沟通 说希望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时间里面 也就是10月底到11月初的这段时间 可以把这个在野的整合给完成 扮演其中一个角色 毕竟韩国瑜自己一个人就是自带声量 也自带流量 那所以韩国瑜进来之后 整个在野整合的话题 跟他热起来 那在蓝这边有他的加入之后 可能也会获得比较多的这个加分 可以来跟这个在野阵营可以一起来谈 对 所以这几年下来 韩国瑜在选举当中从不缺席 但只是角色是什么而已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留言 网路上大家留言 讨论也非常热烈 这个星辰记事说 柯文哲冒号他Always 他说柯文哲说我想当总统 但我只接受白蓝和 然后后面一堆人 Bob Chen或是William Sher 都说这个蓝白合并根本不可能 一加一等于二 所有下面的人都认为蓝白不可能合 还有人说干脆叫白蓝洗衣粉 好 各种蓝白脱 蓝白脱 对什么都可以 白要在前面是不是 对他们觉得白可能会 就因为柯文哲会想要白先嘛 要当正的 蓝是副手 那之前我还曾经听到什么蓝 韩国瑜当民众党 跟他一起的这个副手 就是蓝白盒嘛 所以蓝这边就选韩国瑜当副手 我还听过这样的说法 反正白白种说法都有啦 这个政治也是需要一点创造力的 也是需要一点话题的 好 那有人说 各怀鬼胎根本就不可能 那这个visitor说 这种临时爆佛脚的合作 根本不会真心 好 但到底真不真心 目前看起来就 其他政治人物来讲 可能不见得是真心 但对韩国瑜这个特殊 在台湾政坛上 具有历史定位的一个人来说 其实他不见得是说 他需要一定要 他的利益为优先 他可能 其实这个人就是忠贞爱党 认识他的人都说 他真的是很爱这个党 所以他愿意站出来 包括在全代会的时候 直接来一个拥抱 他也没有关系 但他其实这个人是很保守的 那接下来 他到底会帮侯友瑜 来做哪一些事情 那就要讲到说 其实大家是希望说 他可以从这个稳固深蓝开始 那过去韩国瑜 在自己参选总统的时候 是因故 没有办法来访美 那这一次 他有机会复一个任务 就是到美国去 跟大家 侨胞们碰面 那进行侨宴 包括前一天 国民党的这个 过去参选屏东县长的苏清泉 也讲到说 他们在昨天 在禁总开会的时候 其实在禁总的时候 有像他们提到说 接下来韩可能会帮进办 来到美国去来跑一趟 也就是跟侨胞们碰碰面 其实这非常重要 因为侯友瑜 他被认为说 他自己的个人魅力 不是那么够 在深蓝的部分 他不是那么具有代表性 但如果韩国瑜 可以代表他到那里去 那还有很多的侨胞 也会放下过去的恩恩怨怨 可能就会归队 那这个是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这也是韩国瑜可能 接下来从欧洲回到台湾之后 马上又要到美国 这个时差变来变去 但问题就是韩国瑜 现在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今天看到威廉 非常跟时事 威廉卸说 我今天晚上只要韩国书 其他随便 韩国瑜是在国民党很关键 韩国书非常重要 但是韩国书 对我们中华 对今天是很关键 所以等一下我们也持续 带大家来讨论 所以千万不要走开 好 谢谢封伟 今天帮我们来政治解读一下 现在最近蓝白或是白蓝盒的歧视 谢谢啦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来持续关注到就是 网路的声量其实很重要 因为现在不光是组织 这个年金票也很多嘛 所以也必须要打组织的空战 好 那现在这个总统大选是斯卡都 各自投入了资源 那根据脸书的一个公开资料 叫做广告档案库 我发现说四位参选人 在脸书的广告预算 过去90天的广告花费 第一名的是民进党的赖清德 然后第二名是侯友宜 第三名是郭台铭 第四一毛钱都没花的 竟然是柯文哲 握手合照通通来 握手合照通通来 侯友宜下午到高雄一名黄昏市场 和选民拔钢金 擎跑市场陆战要顾 空战网军资源也不能落下 竞选团队那边花了八十万 再买脸书广告 这部分您知道吧 侯友宜笑笑不多说 不过翻开脸书广告档案库 侯友宜粉丝专页 六十四点八万人追踪 九月底这篇文 就花了两万元来投放广告 受众规模预估超过百万 曝光次数达到三十五万左右 这样看来几乎每篇文都下重本 但侯友宜可不是第一人 四位总统参选人一字排开 投放脸书广告最多的是 民进党赖清德 在九月二十七 脸书这篇性别平权文章 就花了两万元 而宣传YouTube节目 花更多钱砸了五六万元 近九十天以来已经花费一百万 侯友宜排第二大约84万 郭台铭也花了十三万 至于民众党科文哲 在广告投入上花不到零元 被誉为是穷鬼战法 对此郭台铭近半说 网路流传的金额并不正确 网路投放攸关选举策略 认为投放广告 不能用金额或平台评断 而赖清德办公室 则在截稿前没有多做回应 四位参选人在脸书比财力 也比人气 看谁更能触及选民的心 TV别时兄 吴州讯送阿娟高雄报导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个为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